女人趁婆婆睡熟,慢慢走到男人床边,只见她熟练拉上窗帘,缓缓解开男人衣扣,一遍遍抚摸着她的胸口。 一瞬间,女人的内心竟也开始躁动起来,但事实上,两个做出亲密举动的人并不认识。 男人是林子婆婆同病房的病人,那天林子赶来照顾时,正好碰上男人被送进医院,她似乎伤得很严重。 不但身体多出骨折,眼睛上还被蒙着厚厚的纱布。 更可怜的是,男人身边从始至终没有一个亲人出现,她常常因为疼痛发出沉闷的声音,有时还会故意耍些小脾气。 虽然不知道男人遭遇了什么,但林子还是对她生出一丝同病相怜的感觉。 几乎在一瞬间,她很想去照顾男人,帮她减轻痛苦缓解孤独。 恰逢病房里没有外人,林子壮起胆子悄悄靠近,谁料男人竟听见声响,暴躁地推倒了点地架。 林子慌忙去腹,同时也看见男人痛苦到扭曲的脸。 和那张几乎快要干裂的嘴唇,她与心不忍立刻端来一杯水,将吸管放进男人嘴中。 可谁知对方净十分抗拒,谁也被撒割干净。 林子顿时慌了神,她赶紧拿来毛巾帮男人擦拭,而对方也在她温柔地照料里,渐渐停止了身影。 这一刻,两个同样孤独的人似乎有了共鸣。 他们好像在彼此身上找到了陪伴和慰藉。 而林子也终于找到被人需要的感觉。 她如似水般地生活,因为男人重新泛起涟漪。 这天之后,林子常常帮男人擦拭身体,甚至打定主要一直照顾她到出院。 为此,林子还特意买了一条柔软舒适的毛巾。 看到护工离开后,她轻轻拉上床与床之间的帘子,在婆婆看不见的地方,将男人的衣服解开。 随后用冰凉的毛巾,一遍遍擦拭着她健壮的身体。 虽然两人没有说话,但却都生出一股异样情愫。 林子更是因为男人的出现,重新体会到人生的乐趣。 她开始注重自己的外表,不仅翻出好几年都没用的护肤品,还特意涂上口红,对着镜子照了又照。 开服装店的朋友也发现她最近有些不同。 一番调侃后,便推荐她到一家舞蹈机构做衣服。 林子的手艺向来不错,可那些精美的裙子,她却一次都没穿过。 望着舞蹈室里翩翩起舞的女人们,她的眼神里充满了羡慕和向往。 为了让自己也重回一次,回到家后,她也换上了自己亲手所作的花裙子。 甚至还把珍藏多年的高跟鞋拿出来,生疏地穿在脚上。 这一刻,林子觉得自己好像获得了重生。 她的心情越来越好,照顾起男人也愈发顺手。 看见桌上有白糖,她调皮地将手指全部涂满,然后轻轻粘在男人唇上。 然而下一秒,男人竟一把握住她的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